观众朋友中美关键时刻为您聚焦未来趋势新视野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的特别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再次为您聚焦中共的十八大 那么此时此刻11月13日 风声鹤唳的北京城超过2000多名人大代表议会的十八大 在超过140万的保安的严密保护下已经进入了第六天 十年一次的中共的权力交接 也因为中共所面临的巨大的执政危机而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连日来关于政改民生经济等等一系列的议题已经形成了报告 外界究竟对此如何的解读 那么中共在开幕式中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同时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那么中共过去和现在究竟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围绕着的一系列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将在特别节目中与观众朋友们探讨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一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 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陈志飞教授 两位好 记得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节目 今天在整个的现场节目中我们将随时连线本台的新闻中心 请主播林兰为大家介绍有关十八大的一些情况 同时我们将连线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来讲述 共同关注的十八大的议题 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也将通过四大频道 国际频道 亚太频道 中国频道和纽约频道 通过各地的卫星和有线电视向全世界播出 同时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或者是中星5号和中星2号卫星及时的收看 那么爱博电视可以不通过翻墙软件而及时的收看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进行两地联播 那么现在此时此刻亚太电视台台湾也正在现场直播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 虽然看连日来开了几日 那么有关于中共十八大首日开幕式上的胡锦涛的报告的话 引发了热议 尤其是他关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而同时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究竟各界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那么究竟对中共而言何为邪路 何为正路 现在的中共开十八大 那么今年的中共又面临一个王女军出走 以及薄熙来被踢出局这么一个特别微妙的政治 或者说危难的时刻 所以说他要走哪条路 他之前走的什么路呢 更值得引人关注 那么相比于去年就是吴邦国中共党内第二个人物 在人大所抛出的中共绝不搞宪政这条路 当时说绝不搞就是非常以不屑的态度 口吻说的这种话 还是比较中心的绝对不搞宪政这条路 中共现在在胡锦涛在开幕声上说的这句话呢 就明显带有敌视的味道 就是说我们不搞这条事是邪路 把地影成邪路 这个问题就说明在今年这个历史的这个微妙的时刻呢 这是确实那人深思的时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王博事件的这个发酵和曝光 大家都期待着中共以及党内的所谓的健康的力量 能够利用这个时刻呢 能够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已经应该扔到历史垃圾堆的一搏 重新走上自行之路 带给中国人民的光明 但是从胡锦涛这个讲话来说呢 等于给这个希望之火扑了 就是说把它浇灭了 这个的确是在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就是说让人很多方面的觉得有点突然 或者有点就是说难以接受的地方 吴冰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补充 我想他胡锦涛这个话当然就无非就表示了 就是他不会进行政治改革 不会进行这个人们所期待的这个特别是民主化 那这两方面当然毫无疑问让大家都非常失望 但另一方面呢 我想这个情况应该也是我们事先能够估计到的 那么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来说呢 那就是中共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六四这么多年来 就已经把中国引向了一条邪路 二十年来以后呢 这个击重难返 但不谈别的问题 单单是经济上的这种高度腐败 那么所谓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几乎都是腐败分子 如果今天进行政治改革 大部分官员都要面临着在经济上被清算被追究 那么使得这个统治集团呢 就是完全靠着这种犯罪团结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可以顽强的抵制 这个任何带有自由民主色彩的这种改革 这是其一 第二呢 那中共现在现行的这种体制呢 是本身就是最保守的体制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权力交界 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权力交界 它从来就是脱泥带水 你想从江道湖那 湖涨了权 但是后头还要江那当个婆婆 那你现在你习近平上台了 那你背后又是江泽民 又是胡锦涛 而且你周围的那些同事呢 那不是你选的呀 都别人搭配的呀 对不对 你按照宪法说 我们都知道 那总理就应该是由国家主席提名 有人拿常委会批准 但是我们谁都知道 这个李克强这个总理 根本不是习近平挑的 对不对 早就给你配上了 这个原来文家宝这个总理 也不是胡锦涛挑的 就包括李鹏那个总理 也不是江泽民挑的 那都不是 对不对 都是给你搭配的 你想想看 你要美国 谁当了总统了 那什么这个内阁部长 那当然就是由他任命的了 你在这个议会制的国家 你当了总理了 那么那你就有阻隔的权 那过去皇帝 新皇帝上台了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都必须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更换 你使新人上台 才有施展新政的机会 而现在呢 他前头连着后头 后头再连着下边的 所以就是 我们就假定 新上台的某个人 哪怕坐第一把手的位置 你有改革的意愿 那前头后头 左边右边 全是跟你不一样的人 你也没法进行 所以这种体制呢 就是不谈别的 不谈其他的那些问题 就单单是他这个现象的这种体制本身 就既比和古代的那种 君主制不能相比 也和现在民主制不能相比 它造成一种 就是最有保守性 是任何改革最难进行的 这么一种状况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已经接通了 前文汇报和海峡时报 工作的香港的资深编辑 资深的媒体人程翔 请教一下 程翔先生您好 就刚才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报告出炉同时呢 这个十八大已经进到第六天 您对报告的本身和中共十八大 这种权力交接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中共究竟在走一个什么样的路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研判 今年的十八大是在发生的 博士来危机这个上海下举行的 那么我们理所当然是希望看到 这个十八大报告里面 有针对这种震动提出一些措施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整个十八大报告呢 都好像没有发生 博士来事件一样 因为博士来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来说 是不同小口的 因为一个它是反映了中共高层高官的腐化的程度 你看它一家人就有六十一美金 要落到海外去 另外它是王法 怎么叫王法呢 你看它在重庆 它一切的行为都没有受到制约 迟到那它可以随便杀人 那或是王力军给它打了一巴掌 也许这个事情永远都没发现 第三呢它还是用模仿 准备在这个2014年 要来取替这个习近平 那么从这三方面来说 博士来对十八大所产生的震荡 应该说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正常来说 你这个政治报告呢 就应该呢 面对这个对中共来说 这党内对它产生的最大的一些震动 但是呢 我们读了十八大报告以后呢 几乎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什么博士来事件一样 这样呢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误作镇定呢 还是设不见 还是这个以为把博士来check it down呢 就可以不影响这个中共的地位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不管它是怎么样猜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胡锦涛不敢面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腐化 这种权力 没有耶稣 这种接班的制度 权力的更替 没有制度化 没有程序化 这种情况 让一些有野心的人 能够随时模仿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对中共 未来一个很大的不稳定性 也就是对中国产生很大的不稳定性 那么在这个通界观点来看呢 其实这个胡锦涛这个报告是挺让人家失望的 好的 谢谢程霞先生的观察和分析 那我们知道 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中共这个改革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共的官方媒体的话呢 多次提到改革 那么在胡锦涛的十八大的这个报告中 有86次提到改革 那么在此前的话呢 有很多人对中共的改革的话 抱有很大的幻想 但是外媒呢 却不这样认为 那么华尔街日报 称中共当局的言行呢 打了改革希望者 以及响亮的耳光 我不知道就这样的一个评论 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改革的意气 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 刚才说大家对这个都很失望 对胡锦涛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么改革好像也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这么一个空想 实际上呢 从中共一贯的言行来说 胡锦涛的言论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所以说也不 因为你不所谓幻想对中共的话 也就对他也就没有任何期望 那么他的改革 他的这段讲话呢 可能也是中规中矩 为什么呢 如果你纵观中共的历史 尤其他近三十年来的这种行为 改革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就是狗屁羔腰 来给他自己涂脂抹粉用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政党 一个改革的方案可以进行三十年 无休无止进行下去 好像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不掉中国共产党 而叫中国改革党 改革改到哪里去 改多少年 改到什么程度 改革到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一无所知 从商鞅变法 从王安石变法到奥巴马的一改 他都有具体的规定 那你中共你给我拉出一个时间表 你说你哪天要开放党禁报禁 军队国家化 你如果有这种意愿 即便你说给我十年五年 我可以等 你现在连这个空头支票 你都不给我 你说你改革改的什么 这不是明显的掩人到零 来以业账目吗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 中共您刚才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时说不清楚 但是今天我想主要讨论我这个方面 因为我最近也做了一些方面 做一些考量 从经济出发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 现在中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那么有人说的经济能拖垮中共 但是我觉得不尽然 因为如果经济能拖垮中共的话 早就拖垮了 而且如果经济能拖垮中共的话 我觉得中共老百姓 如果看到了经济下降 他也就会想到 之前经济情况还好过 他可能还给中共留一点希望 所以说你纵观中共整个发展史 实际上经济是它一个核心部分 中国老百姓或者外界 老觉得中共走的是一条典型的马列主义道路 其实我觉得不是 因为你从他的发家开始打走好分田地 然后内战的时候又搞出什么 让山东的八路军到东北去抢田抢地 去推小车支援淮海战役 他的方针口号是什么呢 到了东北以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因为当时东北的那个整个的经济基础 是亚洲首居一指的 那他建国之后又搞什么论事大关系 感应超美 对吧 他实际上一直掉在中国人面前 是一个胡萝卜 让中国人民用经济诱导的方式 走他的专制的这条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中共在历次的这种 整个共产主运动内部来说 他都是一个极端保守的 极端顽固的 所以说有人提到 我自己也讲到 现在中共的历史 跟80年代苏俄的历史非常相似 但是为什么这个变化 在89年的时候 我们就插一层窗户纸 没有捅破 在20多年之后还没有捅破呢 就是因为中共他走的 并不是一个有理性的 折携方程指导的这种思想 这种道路 所以他的道路 按照斯大林的话说 这是封建道路 虽然苏共在很多方面令人不耻 搞了很多大屠杀 但是中共的历史比苏共还要丑恶 还要就是邪恶 所以说推动他 一定要从道德方面 对中共进行一个全面的批判 使全民能够得到统一的认识 这样才能真正的 把中共改上历史舞台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现行的体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一旦他放连这个词他都放弃了话 我想他自己他觉得就更难做交代 当然就改革 人们最先提出改革 他们那种要求 那种诉求来说 那么共产党说搞了改革 早就已经离涕万里 对共产党来说 那个就像大家早就讲过的一样 就是你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 那么之所以 民民知道改革是对共产党就是找死 那为什么还要希望他改革呢 那无非就是希望你 死得早点对大家都好 另外死得早点呢 你也死得好看一点 你等死 那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 而且你也会死得更难看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大家明明都知道 你没有意愿要改革 对不对 但是呢考虑了改革 如果改早点呢 对我们好 对你也好嘛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就是看得很清楚 就是所谓急重难返 就是他很难有这个机会 有这种能力 再去纠正他的错误 这个是他现在中国很大 现在很大特点 你发现没有 现在中国 不要说大错误 连小错误他都很难纠正 为什么不能纠正呢 他因为错误太普遍 你不纠正倒也罢了 就靠高压继续维持着 让人家绝望 就不去抗争就算了 就放弃 你一旦纠正了 反而换起人们希望 那么你就像人家讲的 这个秦华大学教授的 孙立平就讲过 说这群体事件 那政府很难办 如果群体事件提出的诉求是不对的 政府不能接受 如果是对的 就更不能接受 为什么对的 更不能接受呢 你对的 你接受一个 就放出来十个 答应了十个就出来一百个 你过去很多很多的错误 对不对 你一旦纠正 那以前类似的错误成千上万 别人一看到 有希望解决了 那他们原来都失望了 都放弃了 对不对 那人家自然会找上门来 所以这么一来 这个是共产党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看民主制的重大好处就在于 它有个政党轮替 你一个政府犯错 你不可能犯太多 然后你就可以把他选下去了 过去古代皇帝他有这个好处 你新皇帝上任 那我们知道他照料一般大赦天下 他干嘛大赦天下呢 就是给他把他老子犯错给卸包袱嘛 又不好意思说老子搞错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先设了再说 对不对 这样子呢 他就有些问题 他就把的话解掉了 你现在他一条他都不能做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法轮功的问题 那明明当时是江泽民 这是一意孤行干下去的 那我们当中接受到很多中共的官员 没有几个表示赞成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 胡锦堂上能改呀 对不对 又不是你的事 你干什么不能改呢 他也不敢改 对不对 他不敢纠正 你现在习近平他们一样的 你对习近平起很多希望 他同样这个问题 首先他权力都还很有限 那么先都说 他得让他巩固几年权力 大家没想到 他如果拿几年权 上台好几年 不进行任何改革 先巩固几年权力 那几年过后之后 那江河湖犯的错误 就成了你的错误了 对不对 你就背上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敢 什么叫不敢 不敢不是 不敢就意味着 你要继续镇压 你就会背上血带了嘛 而且现在其实这个外媒 其实对此都有些报道 比如说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就是指出的话 中共十八大开幕这个信号 发出这些 就是中共新一届 这个党魁活动空间非常有限 而且他说党内领导人 可能根本无心开展 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政治改革 那么外媒的话 都对此的话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么好 我们知道 除了关注政改议题之外 我们知道 军委主席的人选的问题的话 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焦点 外媒一直在讨论 究竟一方面说的话 胡锦涛将裸退 另外一方面说 胡锦涛将继续续任 究竟这件事情 对中共本身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有什么样的一个研判 我们来接通一下 本台在位于 多伦多的时事评论员文昭 文昭你好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能否为大家做一个解读分析 主持人好 能听清楚我声音吗 你起讲 对 其实现在这个 有一个说法说 胡锦涛到底会不会 留任军委主席 当然他本身 留任和不留任的 可能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本身这个问题 但并不是胡锦涛造成的 这个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 开始就有了 只不过呢 是随着现在 差异化 以及斗争的激烈 使得这个 中共的这个未来 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 所以这样一些体制上 遗留下来的问题呢 也就成了一个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 未来一个变数 我们知道 其实邓小平 他当时在交班的过程中 他留下了一个 比较矛盾的做法 就是给这个中共的体制 他也造成一些 潜在的风险 就是说他把这个 党政军 这个最高级 急于一身 急于接班人一身的 这种模式呢 给固定化了 他本身这样做的目的呢 他的动机倒是 是很直接的 他主要是为了 让这个 在出现不可预知的危机 像89年那种情况 就是一种紧急情况的时候 他能够让未来这个领导人 他有足够的反应的力度 足够的反应的效率 所以他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极权 邓小平他早年 在80年的时候 他还反对过 他在讲这个所谓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 他还反对过 领导制度权力过一几年 但是他本人呢 就把这种很极权的模式延续下来 尤其根本原因是因为 中共的危机是常态化的 所以他需要极权常态化 他才能够有做出足够力度 足够效率的反应 去应付这些危机 但这里面他又做了 又一个跟这个本身目的 又有一个相反 相互矛盾的做法 就是说他当初在选接班人的时候 他不太放心 对十三大以后呢 他从这个中央政治局退出来 但是他保留了军委主席两年的时间 一直到这个89年的11月份 他才把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 交给了江泽民 他又开创这么一个先例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让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 和这个军委的最高领导人 军委主席 这两个职务分制了 那这样呢 这个江泽民又延续了这个模式 现在这个球就到了胡锦涛首长 就是胡锦涛会不会还继续延续这个模式 他要再延续这个模式的话呢 就很可能就把这种做法制度化 那这种做法 它确实是对共产党来讲呢 是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好的 谢谢文昭的分析 那么有关于这样的 我们知道胡锦涛在这个十八大讲话中的话呢 也谈及了许多中共面临的挑战 这包括这个贫富差距 环境破坏 城乡不平衡的发展 同时的话呢 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经济疲软 满足党内和公众 要求更多的这个开放政府的呼声的这个新的思考 针对这个方面 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方面呢 就是刚才我还可能接着可以接着接着说 因为刚开始有谈到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 由于经济呢 中国好像在过去二十年当中吧 尤其近十年进入世贸协定之后呢 有一些进步吧 尤其在接外国这个订单 以及国内老血汉工厂制造产品 替外国公司打工这种方面呢 好像知道了一些就业机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现在是达到了危险的边缘 或者已经超过了紧接线 因为人家说到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系数的话呢 已经达到了接近0.5% 0.4的话是紧接线 那么这个数字呢 在数年前中共当时已经拒绝 向外部透露 而另外一个中共当局 现在拒绝透露的消息 从09年开始就没有透露 就是中国群体事件的数目 其实从05年就开始拒绝透露 05年最后一个中国官方数据 说每年的群体事件是8万 那么中共自己党内 就是清华大学 它自己的学术机构得出的结论是 05年以后 群体事件到2010年已经翻了一番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16万 那就是说这个整个的社会矛盾丛生 那么社会矛盾丛生 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情况下 这是令人很难理解的 这肯定是跟中共的腐败 以及它这个繁荣的代价很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繁荣肯定是 剥夺了人的权力污染了环境 比如今天中共的这个所谓国务院 也做出了最新的通知 是所谓大的这个项目 基建项目 一定要通过所谓社会风险的这种评估 那就是因为针对了浙江 还有大连一些把这个危险的化工厂 进了自己家破院这种情况 not my backyard 西方教 这种情况所做出最新节奏 这也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的一个产生 那么在这种大的形式情况下 中共能否度过的难关 我觉得不仅体现了经济方面 因为从经济方面的话 中共肯定还有外汇底存 可以笼络人心 更多的我觉得是 它用这个经济方面 这个笼络的手段 拉拢了亿万的人民群众 让人们对它抱一个幻想 那么它现在如果用这个金钱 来笼络不了人心的时候 那么它面临的 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困难 我想看中国的各种问题 好的 又是时间关系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唐人电视台的特别直播节目 中美关键时刻 未来趋势新视野 今天我们再次为您聚焦 中共的十八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说反腐败 另外一个党员有什么好处 就这样两个件事情 我想听一听 现在两位嘉宾的分析 他说是中共要走什么路 他称为这种自由民主 这种市场繁荣的道路为邪路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 现在是中共这种特权阶层暴富 然后还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自己上进 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海外来读书 送的子女对象 全部都是原来八国联军来源的地方 那么他一方面的中国老百姓又洗脑 说我们中共共产党 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的耻辱 因为八国联军原来1900年 入侵了我们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现在纷纷把子女奉到海外 据称现在将离任的 这个九个政局常委这种八个 他们子女都在海外受过教育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在海外读书 那么西疆上任的大部分的孩子 也都在海外读书 那么他们如果认为 西方的民主之路是邪路 他们为什么把孩子送到海外 让他们走邪路呢 这些家长难道自己 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吗 从梁吻正这个身上 我们紧急看到了中共 他的现在的一个实质 中共走的路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也不是所谓的马列主义 它就是一个极权专政的 这么一个历史上最腐败 最落后的这么一个 就是特权之路 这是从梁吻根这个身上 能够得到最明确的体现 我想梁吻根这句话 他实际上就是很坦诚的说 入党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利路 就是为了追求金钱美色 实际上在今天 这个共产党员这个名声是很臭的 那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是真实的故事 就是一个女大学生 他去这个找工作 去和那经理面试 那经理一看他的履历 说哎呦你还是党员呢 他就听了就急了 他就赶快说 当党员有好人呢 那这个话 这个它不是个段子 它是个真实的故事 就在去年 上海交大的一个 一个学生的一个 他们党支部 就讨论这个问题 就为这个问题就很困惑 说我们怎么党员 这个形象成了这个样子了 然后他们就为这个事情 写了封信 给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余正生 余正生呢还回了这封信 还去他们那儿 交了给他们讲党课 讲党课第一句话 就讲了这个故事 那就说明 他们都知道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不是别人损 共产党人能自己编出来的 那共产党他们自己都知道 他个政治局委员 他都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你可想而知了 所以就早就有人说过嘛 那都是几十年前说的话了 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笑话 就说这共产党员 就是共产党员 正直和聪明 这三者不能兼得 如果你又正直又聪明 你肯定不是共产党员 如果你又正直又是党员 那你肯定不聪明 如果你又聪明又是共产党员 那你肯定不政治 那么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问题了 到了今天事情又更简单了 我们都可以把聪明那条去掉 那就是你是政治 你就不可能是党员 你是党员就不可能政治 那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实际上 国内呢 纯粹成了别人 追求升官发财 金钱美色 这些人的一个入场卷 而和真正的理想 道义是毫不相干 而且截然相反 那么在我们 在谈到刚才那话题 关于反腐败的问题呢 事实上那个中共尽管口中 一直在喊反腐败 这次十八大政治报告 也在谈反腐败 有个网友就说了 说我学习十八大的体会 总结第一 要坚决反腐败 第二 腐败是制度性的问题 第三 制度坚决不能改 这不就都回去了吗 对不对 而且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在对中共现政权来说 腐败 实际上是维护它政权的 一个最主要的武器 他就是早在十几年前 那个据说为了影射 那个北京市这个 陈希同案件的那个小说 天怒 里头就借一位贪官之口 就讲了 腐败使用我们的政权 更加稳定 那所以有的人还编了一个故事 古为经用编一个故事 就编这个北周时代的 这个皇帝宇文泰 问他的谋士 苏绰 说怎么治国呀 那个苏绰就说 用贪官反贪官 那此话怎么讲呢 为什么要用贪官呢 他说 你要那官员为你效忠 为你服务 他凭什么呀 你就得给他好处啊 你没有那么多好处给他 你就得让他去搜刮明指明膏啊 你就得让他贪 对不对 你让他贪 他才能有好处可得 他才能维护你的政权 语文泰他觉得有理 那为什么还反贪官呢 他说当然得反贪官啊 对不对 他说官呐不怕贪 就怕不听话 对不对 他贪了 他就有把柄在你手里头 什么时候你看他不顺眼了 就可以把他抛出来 以反贪的名义把他抛出来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贪 所以贪本身不是罪名 但是呢 你等于有把柄在皇帝手里 你要不听他 他也可以整你 而且呢 你可以借反贪为名 来赢得民心 你看让老外星看 哦都是底下贪官的不好 那皇帝还是好人 对不对 另外呢 你通过反贪官 可以把贪官那个掠夺的财产 你据为己有 变成你的了 这不是一据己得吗 那现在所以鲍同也讲了 现在中共特别高级官员中 那真是无关不贪 像鲍同他都说 如果我还在体制内 我也得是贪官 而且他怎么讲 他讲得很清楚 你不贪不行的 他讲得很形象 他说你要说 那高官当然不用 不用了去偷鸡摸狗了 不用搞行费受贿了 他有更多的方式 他就问 你的儿子也当个什么 什么什么CEO吧 那他说我不当 那你不当 那你不当怎么行呢 你的儿子不当 那我们儿子都不好当了 对不对啊 你就成績了 对啊 那比方那你得当 你要是不当 就会得把你赶下去了 就说刚才胡平行说的 这个鲍同是前中共党内的 赵紫阳的秘书 其实也是六四的时候 叱咤封音的人物 但是历届的中共的政治运动 也允现出不少的弄潮儿 而最近这三十年 中共人民对中共当中 有些良知的人 又抱以希望 从赵紫阳就开始 有中共良心之称 后来又有什么胡文新政 一茬一茬的传下来 之前还有所谓的 对这个前总理 这个谁的那个幻想 就是朱镕基的幻想 所以说到现在 是不是还能对胡文 之后的这个习近平 又有什么新的名词 又有新的幻想呢 我觉得就是说 接着刚才胡平行说的一句话 群众当中呢 对中共对党员 也有一个别的说法 就谁如果入党了 他可以说 我们的群众队伍 又清洁了一些 那么我们中国民众 能不能把这个说法 突而广之 就是说我们对中共的党员 嗤之以鼻 对梁永根这种人 嗤之以鼻 我上个节目点到的 女士找男朋友不找他 如果你是谁家当兵了 对吧 我原来叫光荣军署 我现在叫狗腿子 党卫军的后代 这个东西 如果形成普遍的风气的话 这才是真正挖的 中共的墙角 所以我就是说 一定要在理性上 要批判中共 这样才能真正的 就是说让中国人民 走向新的未来 有关中共的历史的话 我想请两位的话 给观众朋友们回顾一下 那么也有评论说的话 中共是靠谎言和暴力 来维系着多点历史 那么刚才片子中 也写到了 在中国有大概 八千万人死于 中共的魔爪之下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 有数据称 大有几亿人死于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魔爪之下 那么两位 对于中共的 整个的历史 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中共的这个历史 它走的这个路 的确是血迹斑斑 一路走来血雨腥风 它党内 首先就山头灵力 互相残杀 在它所谓的 中共苏外时期 它党内为了政权夺利 制造了AB团事件 当时就 红军自相残杀 就杀死 六千甚至上万的人 这个在它统治 还在出于萌芽时期 它的血性就可见一斑 所以它的这个走的路 并不是可以用人类历史 或人类的任何的思想 就是意识形态来归纳的 它完全是加上 山代王的这个流寇思想 加上封建了特权 也加上对人 最根本的略根性的 这种唤醒和控制 所造成的这么一个邪教团体 这是我觉得一个 最充分的这么一个 描述 因为如果不这样看的话 就你如果拿苏共的这个靶子 这个参照我来看 中共都永远超出一探 比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就是刚才我第一段讲的话 没有说完 比如说在赫鲁晓夫时代 苏联对斯大林犯下的罪行 在三年之后 也就是五六年 苏共二十大的时候 就得到彻底的清算 也就是等于说 中共如果要对毛泽东 所犯下的罪行 得到像苏联那样 快的清算的话 在80年的时候 毛泽东像就应该 从天安门城路上拿下 而且全民都要对 毛泽东进行肃清 所以现在人们对苏共的 这种八九年的那种觉醒 认为是戈尔巴尔乔夫新政 所带来的 实际上在五六年 克鲁晓夫上台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决心 有这样的理性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点 外界普遍认为 就是苏共一段血腥 镇压就是所有党内的一级 和他自己补充国的 对他不听从他意向的这种国家 比如说典型的例子 就五六年入侵西亚历 和六八年入侵切克斯法克 现在苏共解体之后 内部材料显示 五六年的时候 格尔赫鲁晓夫对纳吉政权 并没有这种屠杀的意思 是当时处于共产党阵营 第二大国的中共 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怂恿下 极力的对苏共施加压力 逼迫苏共出兵 例如说如果说苏共是美国当中的一个靶子的话 其实中共比他走得更远 那么现在我看到的今天夏天就极情格写的《论中国》那书中也提到这一点 在五六十年代 美国当权者 美国的政治阵营当中 普遍认为 中国中共是比苏共其实走得更远 对西方民主阵营危险更大的这么一个邪恶团体 那么就说明他的这种野蛮性 完远远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士所能解决的 也所能理喻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八九之后 苏共倒了 但中共还严惩了 财言狗转了这么多年 主要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群众 广大的中国人民 可能还是在对中共走什么路 中共将来走什么路 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抱有过多的幻想 这样的话 如果不对他进行反思的话 其实中共能活多少年都是为之数 如果你让他这样跟他下去 认为当公务员好 对吧 像梁蒙根这样 觉得当党员能够取得特权 能够使外表很光鲜 那么中共长命百岁也有可能 我们知道美国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张家敦的话 最近也撰文接受采访指出 希望美国政府做好中共随时崩溃的 这样一个准备 我想这样一个观点 同时我也注意到 中国国内很多的老百姓 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现在目前来看 中共非常的强大 究竟它会倒吗 这个倒离究竟有多远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就确确实实摆在我们的一个面前 那么当年东德也好 这个苏联也好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大纪元驻欧洲的总编辑周磊的话呢 最近就采访了东德的当时的二号人物 那我们来接通一下周磊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周磊你好 我知道你最近采访了这个东德的二号人物 我想当时的情况呢 也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东德呢 会这个一下子就倒塌和覆灭 那我们也知道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第二天 也就是柏林墙的倒塌 那么我想请你介绍一下 有关你采访的情况和当时的这个采访的感受 好 谢谢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我采访东德的第二号人物 他都记得的时候呢 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呢 当时他是一路搞宣传上来的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在东德的党报里面 从普通编辑到副主编到主编 相当年人民日报一直进入了政治局呢 他在政治局的这个常委里面 他是负责宣传的部分 在我 我跟他谈了很久很久 但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当时问他 作为东德的高官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东德当时汇报 而你那时候明显的是有很大的压力 你的压力到底来自什么地方 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 第一 来自人民追求自由的愿望 这个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有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柏林墙 老百姓不能够随时随便的进出 而且我们有强大的命运警察的队伍 命运警察在东德是渗入了老百姓当中 隔阶层各个民运段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百姓都跑 东德并不是说经济那么的差 至少从表面上来讲 东德是当年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当中 经济最好的国家 因为他有习得的支持 所以他的产品在很多国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老百姓 东德的老百姓当时跑 不是为了面包和黄油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太过压抑 当然东德老百姓后来大规模的跑 跟中国的六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中国的共产党增压六次决运的时候 动用了坦克 这种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 当时的东德的第一号人物 克伦茨是支持这种中国模式的 他的这种支持的态度 让东德的老百姓感到了很大的恐惧 因此加剧了逃亡潮 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告诉我说 真正的压力不来自于西方国家 不要以为好像西方国家 对东德施加了很多压力 因为他们说 他说他当时非常清楚地知道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 真正的敢促动东西德的统一 因为各有各的顾忌 美国会担心引发第三幅世界大战 英法两国会担心 德国统一之后 是不是过于强大 会像以前的德国一样 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威胁 西德本身担心 1800万的东德人 一旦如果说免放了 来到西德的话 会不会造成经济过多的压力 沙波斯的观点是说 媒体是给他们造成最大压力的一个因素 因为在全部的德国 东德地区 除了德雷斯店处于河谷地势 接受不到西德发布的电视 和广播的电讯之外 其他地方的人 马上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老百姓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全的 那么任何一个人的逃亡 或者一个抗议对媒体的报道之后 都会给其他所有的民众 听一个示范的作用 而这种信号在不断地被加强 那么当年的东德 跟我们今天的中国 有太多的相像之初了 比如说现在在中国 有钱的想移民 没条件的想偷渡 而且大量的人都往海外走 包括非常多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一个人民想往 另外一种生活空间的 这个大趋势已经摆在这 而且已经成为了事实 第二 新闻媒体 随着破网软件的不断的这种发展 随着微博的这种发展 老百姓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 信息不对等的情况 会逐渐地削弱 因此会形成非常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行为 和他们的思想产生一个比较的共振 还有一个特点是说 当时的东德的经济 是经一起在百序其中 因为他们表面是说好 可是实际上是非常依赖新德的 当时最后一任的 这个东德的共产党的政府 他所做的所有的改革的举动 都是为了证明给西德 和西方国家来看 这一届政府是有执政能力的 从而得到支持 因为他们怕 一旦这种海外的支持消失的话 他们所有的这个败叙 会完全的暴露出来 这一点跟中国的目前的情况 也非常的像 也就是说对外国投资的 依赖超强 好 谢谢周磊的观察和分析 那么就同样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场两位嘉宾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部分民众 有这样的看法 究竟有多遥远 还有多近 那两位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想张家敦先生的观点 我一直有保留 另外这个 我觉得问题不是说 建议美国政府 要随时做好 这个中国崩溃的这种准备 而是你美国政府 你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去影响帮助中国的变化 你在做的等是等不来的 相反的 你可能等会相反的 完全和你愿望相反的效果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六四之后二十几年来 中国中共政权能够维持到今天 和西方世界 他们对华的错误政策 是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经济上的这种数学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那么这里 现在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 它和东欧那些国家相比 如果在六四之前 那相似之处是非常多 所以在中国也爆发了 那种举世震惊的八九命运 但六四之后 就是中国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就和原来的苏联东欧 就都有非常重大的不一样 那么你想当年苏联东欧 国家面临着民众反抗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大部分国家 他们镇压不下去 这个就和当年中共 像赵紫阳这些官员 他们不愿意镇压是一个道理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过去做了他们那套是错误的 就是他们没法复复自己 去抠动扳机 去下那个手 你想经过文化根本那种各种各样的灾难之后 不要说胡耀包 像赵紫阳 包括一般的官员都认为 再也不要搞运动了 再也不要整人了 所以在八九年之前 虽然邓小平那也动不动就老反自由化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呢 老是雷声大雨一点小 反而他根本就反不下去 对不对 因为就没有人愿意整人 都觉得这个不对 而你共产党这个政权呢 就是建立在整人基础之上的 你一旦不整人 你就瘫痪掉了 那么这个是因为东欧共产党同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当时不 你一旦放弃了镇压 自然就和平两面就发生 而你中国有了六四 他这个情况呢 再加上中国后来的一些变化 使得中国今天的中国 要比一般人估计的复杂的多 而对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包括西方他们都还有很多 认识上的不足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我想这个 我们所期待的中国那种迅速的变化 恐怕还未必能够清理得到 是的 我们也正式分析 中美关键时刻的美中关系的 如何的走向 那么未来的这些议题的话 我们在下一节继续讨论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唐人电视台的特别直播节目 在美中关键时刻 未来趋势新视野 我们先进下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我们同时也在将节目的第三节结尾 开通观众热线 欢迎您拨打 一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台 为您准备的特别直播节目 美中关键时刻 未来趋势新视野 今天我们再次为您聚焦中共的十八大 那么目前中共的十八大也正在召开 在它的报告中称拒绝老路和邪路 那么究竟中共今夕未来走何路 我们将和专家一起为您进行解读和分析 我们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 大概在十点一刻左右将开通热线电话 欢迎您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或者有什么问题 来请问现场的嘉宾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46-519-2879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拨899-116-0297 那我们知道今天就是在12号 这个中共的这个当天的主要的一个议程的话 也是在进行这个中美的预选 那么港媒也报道有四大前规则 那么出席中共十八大的38个代表团 实际上从11月昨天11日就开始 已经在分组讨论 这个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 酝酿 我们也知道在11月6号的时候 美国大选两位候选人 最后现任的总统奥巴马胜选连任 那么成为下一届的这个连任的总统 那么在西方的民主社会 绝对不会用酝酿这样一个词 那么用这样一个词的话 究竟有什么特别用于两位 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观察 因为他现在离国际的普遍的政治格局 和他的这个就是说 大家可以接受的政治 这种统治方式越走越远 所以他不得不起用一些新的 我们非常丰富的中国词汇 来给他装饰门面 比如在中共的南大门 现在缅甸将要迎来一个非常特殊的客人 奥巴马在酝酿被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就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当即宣布他要造访缅甸 缅甸原来是一个美国的死对头 但是缅甸在去年之后发生了 就是主动军政府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昂森苏记达成和解 现在他的朝野两方 都希望在全国实行和解和民主 那么奥巴马的到来 将会在中共的南大门 又插入一个民主的一个新的注脚 让中国人民觉醒 得到进一步的就是说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 就是胡平先生刚才讲的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说他刚才提到的六四 谈到了很多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说我经历过六四 那么很多人都问我这样的问题 相对于80后甚至70后 为什么你们六四那一代人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认清中共 能够挺身而出做这样的事情 后面的人为什么 就像刚才胡平先生在越走越远 实际上就是说这其中的一个潜明 默化的作用和启蒙作用 其实是共产党完成的 当时我们在80年代初的时候 中共他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 他为了继续夺权 为了跟他的这个党内的一些 当权派做斗争的话 他揭开了文革这个伤疤 他揭开了伤疤 没想把中共产党这个毒笼给流了出来 因为当时我们小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天云山传奇 什么伤痕 甚至这个张献炼的什么灵女肉 他们当中虽然描述的是个人的故事 但其中血淋淋的现实 让我们感到共产这个统治很可怕 但是自六四之后 中共把这个短展的小阳春就彻底封闭了 在文学艺术甚至在网络封锁 刚才周磊先生提到了网络封锁 网络方面的宣传 但是它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禁锢人思想的作用 所以现在你在跟后代人在了解 在跟他们交谈 你就会发现那种开放自由的思想 现在被一种冲动和一种完全原始的这种 年轻的这种激进的思想 所谓愤青所代替 他们没有思想完全被中共 作为一个手中的走卒和打手 来起作用 这样的作用 这从80年大学生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悲哀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新唐人的演员 我们的确要传播自由的思心 和思想自由的声音 这一点且淫默化这个启蒙思想 对于让人们抛弃对中共的幻想 是至于很重要的 我想他这次十八大 刚才就跟谈的介绍的一样 因为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党代会和人代会一样 都是橡皮图章 代表都是表决机器 但是现在他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强人了 指定接班人这种办法 看得也像走到头了 那么就面临着一大堆大牢 那他们之间怎么样进行权力分配 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在正常情况下 就是那必然在里面就会很自然的倒向民主 因为只有投票才能大家服气 你要不靠投票 因为大家都是大牢 谁也不比谁资格更大 谁也不能把谁亲密搞下 那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很多国家他民主也是这么就走过来的 而你中国现在为什么他老走不到那去呢 那就是因为他中国早就剁了一个黑帮 他各个都是就像黑社会似的 黑社会自己权力也摆不平 经常打架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但是他都不去报警啊 为什么呢 他知道在法律面前他们都是罪犯 对不对 所以他们内部有这么多问题摆不平 你看到18的开会前 各种信息传出来 而且确实是不断在变化 就说明因为他已经走 离开了那个强人时代 离开了指定接班人时代 他找不出一种办法 能够就是达成共识的 都能接受的 服气的 这么多办法确定他的权力分配 他又拒绝民主 而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那么多还愿意抱团 还不愿意诉诸民主 本来说他们就是 大家就要求民主了 我们对不对 凭本事凭选票 他们都还拒绝着办法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开放了那个 那整个他们这个船都会翻掉 所以这个时间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 必须要看到的一点 只有把这样看得很清楚 才能对这个共产党 他会做什么 会不会做什么 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现在借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加拿大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好 中共维持政权的手段 无非是暴力加谎言 对付这两手 真相是最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不必抱怨西方政客 对中共的姑息 再来接一下纽约的陈先生电话 陈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 就是说 就是中共啊 但是说他已经 这个十八代 这个下一任 领导人已经是全好了 根本不是 他是能民能大来全的 根本能民 根本的投票机会都没有 就是 就是说 大家这种 这种装置制度 就是 不得能心的 就是 在海外也好多人都 想起争线了 好 好 谢谢陈先生 这个评论一下 对 就是观众啊 都明确的提出了 对中共不要抱有幻想 这是很明确的 因为加州的楚先生 从他的口音看出来 也确实来自于楚地 好像是很荣重的湖北口音 湖北啊 就是 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 那么他说的老师 虽然没有点清 他的明信啊 但我们可以看出 的确是一个反共的意识 那么为什么 从五十年代以来呢 这个 我们民众对中共的这种 相对来的 他暴政的觉醒成果还不够 我觉得很大成果就是 我们宣传 还有各方面的这种 这种力度啊 没有多到家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就是说 这方面要加强 那么 这也提到了 就是某先生 以及楚先生 刚才提到了另外一点 就是说 在全民举行公投 但是这个公投的前提 必须要明智 要觉醒 如果明智不觉醒 很多人都像刚才那位 什么觉得入了党 可以找到漂亮媳妇 可以或者说 可以获得更多票子的话 那么你这个公投也白大 所以是某种形式 其实并不重要 谁入场也不重要 中共刚才 为什么内部权力 那么激烈的争斗 是因为他们 完全都是有一种 山头的形式 来互相牵制 如果江泽民不出现 那么他正在追查他的小罗罗 就认为江泽民已经失势了 他必须怎么衰弱 他也得强征着出现 这样的话 他们能够在互相 争夺权力当中 取得一勺 就是这种他的利益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共的确是非常脆弱 但需要我们民众 推他一把 把他推下历史的舞台 好的 我们知道最新 我们也得到一些情况 关于微博上 也在有这样的消息 透露出来 当然真伪的话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有关中共的 政治局常委的人数问题 那么因为目前中共 现在内斗非常的激烈 有可能在外界盛传的七人的话 再次变回九人 当然由于中共的黑箱作业 到最后的时候的话 我们还会知道 就是说在15号的时候 北京时间15号上午11点的时候 中共已经宣布 政治局所有的常委的话 将会出来集体亮相 面接中外的媒体 那么究竟针对中共的内斗 和这样的一个消息 两位不知道有什么样 一个分析和研判 就关于成为七人九人之说 一直有很多分析 很多不同的预测 实际上他这个很大程度上 就取决于对大佬们 把这些人摆不摆得平 因为他们从理论上 一方面也都认为 七人比九人要好一些 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但是问题是 他有资格进入常委的人 那么恰恰他是不止七 他有多的 那薄熙来已经出局 如果他搞九人呢 几乎就是凡是有资格的 就都可以入局 皆大欢喜 顶多剩留个一个半个 那么他们可以挂着 另外一个头衔 让他看起来 反正就是就摆平了嘛 你每个人都有一个糖 这不就摆平了嘛 对不对 但这么一来呢 他又不符合他们提出 他们设想的那个 七人那个增加效率 这么一个考虑 所以到此来你就看就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最后结果就看他们上头 是不是能够摆不平 摆不平 那他又回到九人去 那么这点发现很大一个问题 现在就是最高当局 他们在最高权力的分辈上 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因为他们没有强人 没有人能够一言九鼎 而大家彼此之间的 谁也不服谁 而他们又拒绝民主 也就是他们把一切理性的方法 一切就是能够成型的方法 都给拒绝掉了 所以就使得他们是中央讨价还价的 不仅这一次我们看 会想这么扑朔迷离 他们自己都拿不准 那么在今后 他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知道这个 关于进一步的消息的话 我们还会继续的跟踪 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就为观众朋友进行直播 报道和进行评论和电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 究竟走哪条路 我们看到中共的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认为是政党的轮替 在中国根本不可能 他是这样的认为 他说西方的政党轮替 只能是权力轮替 而中国一旦发生这样的轮替 将发生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 重新洗牌和大动荡 究竟是这样吗 面对的中国路 中共的路究竟在哪里 我们两位各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现在走上的是穷途末路 他实际上就是在垂死的挣扎 只是在勉强把自己留在主题台上 为此而无所不用其极 实际上他走哪条路 或谁入常都不重要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中国人民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不要再跟随中共 不要对他抱有幻想 在这种前提下 中共怎么变 我们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你要让你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你越抱有这样的坚强的态度 他就早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成果 我想他 就说吧 这句话实际上是不打自招 那表明的作者 他们也意识到 中国这么多年来 作恶太多 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已经太大 一旦他们失去了垄断的权力 他们必然要面临着清算 所谓翻天覆地 所谓大动荡 所谓重新洗牌 那其实 从社会上来讲 无非是对过去的不公正 进行一种纠正 而这种纠正呢 它就体现为 对你现在执政的共产党员 你们过去的最新的一种清算 这就是他的恐惧所在 而且也表示 这个说明也说明了 他对这一点 其实有着非常深的忧虑 因为他们自己对他们的 最新相当 本身就相当清楚 好的 好 非常感谢现场两位嘉宾的 点评分析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 这是新唐人电视台的特别直播节目 美中关键时刻 为您展现未来趋势 新视野 我们在美东时间 13号和14号晚上9点到10点半的时间 再次为您聚焦中共的十八大 为您分析解读 同时也伴随着中共的闭幕式 那么当时九常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刻 欢迎您关注新唐人电视台 特别直播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